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说一些话 做一些事情 让我觉得说很不舒服 那我为了逃避那种不舒服 我就用生气 或者是用被所谓的冒犯 来表达 我是有理由跟你切断关系的 不要被冒犯的意思就是 不要为任何事情 不要为任何别人所做的事情 去跟这个人来切断关系 那个叫做不要被冒犯 那还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你要学习去看重每一个人 看重每一个 就是 所以你要在别人的身上 看见你的责任 好吗 那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 Michelle 你坐在医草的旁边 你觉得你有责任吗 对不起 Nicole Nicole 你觉得你有责任吗 OK 所以这就是一个概念的问题 像比如说 你坐在那个地方打瞌睡 你就会影响到她 她就没有办法听得更好 那她也会影响我 你也会影响我 影响我的以后呢 我的表现就会打折扣 对你来说就不那么 不那么能够得到 就是让你能够得到帮助 假如你很认真的听 很专心的 然后你脸上那个表情是 invitation 就是invite 让我能够更多 把我里面的东西 掏出来给你 那你如果是用这样一个态度的话 对它有没有帮助 当然有帮助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interaction 我们都在 对不起 我们都是interactive 我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头的 所以当我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愿意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 我愿意能够去 让别人感受到中和这里 得到的那个 得到的那个祝福 所以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关系很重要 那我现在说的是 我为什么去读这两本书的原因 因为当我在看见说 关系原来这么重要以后 那我就会去想说 原来我们需要在这件事情上面 负更多的责任 做更大的投资 那我想 对于 关系这件事情 假如我跟一超 我们因为一些事情 起了冲突 然后我决定跟他切断关系 那跟他切断关系以后 那个结果会是什么呢 任何跟他发生有关的事情 都与我无关了 对不对 所以我跟他切断关系 是我避免去 因为从这个关系里面 产生任何让我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我跟他切断了关系 但是从此以后 假如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关系 来祝福我的时候 我还有机会得到那个祝福吗 基本上是没有了 所以切断关系 基本上你是有一种概念 就是说 第一个我停止成长 我停止进步 我就不会再比现在更好 我想大家能够明白我的意思 如果我不能够变得更好的话 那其实我没有办法成长 我也没有办法从关系里面 得到祝福 得到帮助 所以 我觉得神感动我 说叫我在教会里面 推关系的门的这件事情 越想里面有越多的丰富 越想里面就有越多越多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所以我就在教会里面 传讲很多跟这个有关的事情 在有跟别人 有别的传道人在的地方 我也跟别人来分享这些事情 那有一个传道人 就请我去带他们教会的退休会 希望我去讲关系 那我发现说 我的知识啊 可能我所想过的事情 可能还不够完全 我就到书房来找帮助 所以我就挑了这两本书 我们和好吧 跟关系DNA 这两本书 其实我发现非常非常精彩的 就是很多他们所想的东西 其实跟我所领受的 还蛮接近的 让我做牧师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发现说 我在影响别人的生命 因为 因为我说话 做事或别人看到我的时候 改变了他的生命 改变了他的方向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是最大的满足 OK 那我也不是去想通了 才注意到这件事情 就是我发现这件事情 回到我身上的时候 我心中有很大很大的满足 因为我在影响别人的生命 那每一个人 其实都是神很看重的 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宝贵的 所以我们做神会做的事情 我们就是去 去 那个 anyway 你还要继续讲吗 还要继续这样 你讲完了吗 还没 也可以停下来了 也可以继续讲 因为我是牧师 刚才 那个Sophia提到说 为什么 我们不要为自己辩解 在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 一棵是知识善恶树 还有一棵是生命树 那神说 生命树的果子 你可以自由地吃 知识善恶树的果子 你不能够吃 那我的理解是 这两棵树 代表两个不同的权柄的来源 有一个权柄的来源 是跟生命有关的 有一个权柄的来源 是跟对错有关的 那如果是你用生命的原则 那你去供应生 比如说我的孩子 不管怎么样都是我的孩子 我不会只是 你对你才是我的孩子 你错你就不是我的孩子 我不会这样做的 因为我们中间有生命的关系 我也尝试用生命来对待它 可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我们常常用对错的原则 来彼此对待 那大家有没有当过 同工之士的 开长职会的有没有 有没有开过长职会 你开过长职会 我发现 如果在一个长职会里面 大家去用善恶树的原则 而不用生命树的原则 就算你吵架吵赢了 你的心里头还是很不舒服的 因为没有生命的供应 因为你是在那个对错的原则里头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 对错不重要 关系才重要 关系是因为有机会可以供应生命 对错是 我只要证明我自己是对的 其他都不重要 可是你会发现说 就算你能够证明自己是对的 那个生命的原则进不来 那个是周围的环境里头 只有撒旦的权势 没有属灵生命的权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 尼多森有一本书里面提到 伊甸园里面这两棵树 生命树的原则 知识上的树的原则 还有一个人的名字叫Rick Joyner 他写的一本书也是 伊甸园中的两棵树 火把与宝剑吗 不是火把与宝剑 他曾经写过一本 这是他的成名作 Rick Joyner 他的成名作 There were two trees in the garden 对 英文的名字叫 There were two trees in the garden 那你就会发现说 我如果放弃证明我自己是对的 那我选择用供应生命的方式 使对方能够得到帮助 Exactly 这是天国的原则 这是Kindon Culture 这是天国的文化 那如果我一定要证明我自己是对的 OK 其实在我们内在里面有一个动机 要证明自己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想改变 我已经对了 你还要我改吗 当然是错的人改 那我是对的 你是错的 就只好你改 不是我改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动机的时候 那你就会去 你就会去往那个地方 往那个方向去 当我们往那个方向去以后 基本上我们的四周围 就会被一种权势抓住 绝对不是天国的权势 那是阴间的权势 所以教会 同工 长职会里面 调入一种辩论 调入一种争论以后呢 你会发现说 那个整个教会 人进去以后 你只能够摸到事情 你摸不到神的同在 谢谢牧师 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 谢谢我一点点分享 刚才我其实也想问的问题 跟Dominus一样的 所以就是我马上 当他分享了 这个安全的人的时候 我就想到 圣经里面对耶稣 他来到人群当中 跟我们世上的人的价值观 所谓就是安全的 相当于我们平时 也看到耶稣 就安全的区域 危险的区域 你应该接触什么样的人 可能对自己 更舒服一点 但是那我就想要说 因为我不知道 你觉得那个例子 可能那一时有点我 就是自己还不够强大 就是我最近感受到自己 是接触了 因为做这个保险工作嘛 也接触到很多这种 有受伤的人很多 也是就像 就会有一种自然的 这种流怒怜悯 但是呢 我现在就看到了 我的这个想法 跟这个刚才书里面 是不一样的 一定肯定 我们很容易找 跟自己相近的 或者强大一点 能帮助自己 自己会更舒服 也会得益于很多 但是按照基督的文化 基督的价值观里面 我们不能跟他 隔断关系 反而是就是跟他们接近的时候 那最近有一些不能帮到 是会使自己有点忧伤 可能会自己 会从这个现实的利益里面 可能会有受损 但是因此呢 我又想了 我不是跟他阻断关系 我觉得是看到了 我的真实的话 我的第一能力 真的还不够 第二 我的爱心真的还不够 第二 就是判断人 智慧也很不够 但是这个来源是 我会不会放弃不放弃 真是就是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认识到自己 有好多的不够 好多的不好 你说跟他们接触 有没有爱 有一点 但是有多少 不彻底 就是能力 真的自己有限 我正是因为这样看到之后 我看到了希望 反而是 我更加 跟神的关系 还不够 如果跟神的关系 更好的话 我的高度更高 打一个比方 有一些人 他确确实实是 看起来 这个很不好 但是打个比方 他如果站在牧师面前 或者站在一个 更高度更高的人面前 他可能其实得益于 他受益的更多 可是在我目前这一个 高度还不够高的时候 他得到还更不多 所以我从他那里感觉到 就我有更大的帮助和成长 我是从来没有 像现在 就是这一段时间 这几个月以来 就是因为传福音之后 神给我更多地看见 我真的觉得是 自己还有很大的空间 通过看到他们 我就要学习 我能够变得更强大一点 的时候 我就可以更多地帮助他们 所以就是 这是我现在这个看见 所以就像我们想到说 有时候算一下这个成本 经济价值 按照现在来讲 就是传福音 打一个比方 说得远一点 就像戴德生 那到很远的时候 以前就是到中国 就是带着自己的家人 就是这样千里迢迢来到中国 不被接受 然后还染上疾病 然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就是在死之前 就传了那几个福音 很艰难 就是如果讲果效 真的是微乎其微 如果留在自己本地 大部分都能接受的时候 讲当时的这个效应的话 肯定是更大的 得到人的赞赏也是更大的 可是因为我们基督 所看到的就是 不是眼前 不是精神 那他在天国里面呢 神的赏赐 就是更大了 那在他死后 或者在活着的时候 他所没有看到的 但是他已经看到了 那就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 今天就在中国 就能够去福音 就能够散播这么开 所以有时候是我们可能 眼睛肉眼看不到的 那个效果 我相信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 谢谢Lily的那个分享 我觉得刚刚 你们两位提的问题很好 就可能大家会有一个 我不晓得有 是算不算是误解呢 其实不是说 不安全的 我们全部把它提出 我们的生活之外 尤其是因为呢 最近我们教会在做这个步道的 训练工作 三远的步道 所以我们接触 非常非常多福音的朋友 其实我们人都是破碎的啦 都是很多很多的 需要很多的 不好的地方 那不是说 这个不安全的人 我们都不能跟他传福音啦 不是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这边 刚刚有两个point很有趣的 一个就是说 刚刚Lily跟牧师都提到 就是我们的高度是什么 我们的能力是什么 我们能够take care什么样的人 是可以使他们得益处 然后呢 我们也自己也站立的稳 如果我们 就我觉得很像搬东西 如果我的能力只能搬 三十公斤的东西 不知道 三十斤好了 三十斤的东西 可是我偏要去挑五十斤 还是一百斤 那我手一定断了嘛 可是 可是我如果挑十斤或二十斤 甚至三十斤 那还OK 那可是如果 我觉得有一些人 确实能量比较大 他比较能够 去照顾更多的人 那他的安全能 可能跟我们不一样 譬如说 有一些人 他可能是酗酒的 那或者是有暴力倾向的 如果他碰到一个 比他力量更大的 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那我的意思是说 跟我们自己的角色 确实有关系 然后就是说 我们的能力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角色 如果我们是传福音 我们当然不可能说 他不安全 我就把他一脚踢到 教会的外面 不会的 但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如果他是我们的好朋友 要做知己 或是要做伴侣的 那种人 或者是你今天是要跟他 合伙开公司的 你一定不可能挑一个 言而无信 不诚实 或者是喜欢 或者是很贪心 这是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不同的位置 所谓的安全是什么 也不同 所以我们当然 不会全部都一样 不想要大家理解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不是说不安全的人 全部我们都拜拜 这样子 我的问题也是关于安全的人 我有一点 有一点confused 就是说 当然我不是只是说酗酒的人 或吸毒人 怎么怎么样 而是说 他所谓的安全人 是跟我们 可能会有relationship 比如说我们在一起合作 或者是工作关系 这样的一个人 那这个人呢 是他就 我们就是说 他是安全的人 或者是不安全的人 还是说比如说 我对于Dominic来说 我是个安全的人 我对Li来说 是个不安全的人 他是会有一个特定的 这样的一个对象吗 我先转回答一下 然后看我们两位 或是其他的弟兄姐妹 想分享也可以 我觉得确实有一些人 对某些人来说 会是安全的 但是他对另外一些人 会是不安全的 譬如说 如果你觉得很被某一类型的 异性吸引 那你已经觉得 这是 可能是不是很恰当的 那我们今天早上 那个牧师的 我们自己在教会 有个训练是说 不要为自己安排 那个很便利性 就是 我就很喜欢看到他 我就安排很多机会 跟他一起上课 一起服事 一起 那个 然后就是 可以分享感情 那他就对你来说 是一个不安全 就是如果已经评估过 他是不适合的 那他就是一个不安全 也许他已经结婚了 那就快点跑啊 可是他对别人来说 可能对弟兄来说 他是很安全的 然后 还有呢 其实有一本书呢 哎呀 今天我想要分享的书很多 有一本书就 谁会使你抓狂 那我原先有一本 很想要分享的书 是叫做 与豪猪共舞 那个 与豪猪共舞 就讲到我们每一个人 那个豪猪呢 平常他的背上 是没有刺的 他是看起来 就是一只小猪这样子 可是他生气的时候 他就把他所有的刺都张开了 然后呢 就很容易刺到别人 那他就在讲说 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是一个豪猪 然后我们在一起在跳舞 像刚刚牧师讲的 那 那个豪猪 与豪猪共舞也帮助很大 为什么 他讲到 他把人大约的分成四种type的 就是 四种type的这种人 我觉得当时对我一个很大的开启 因为我不晓得世界上竟然 有跟我个性不一样的人 就是我是一个很直接 然后很容易开 就是开启自己的 但是我发现 原来有很多人不是 那 后来我花了好多时间了解说 有一些人是这样 有一些人是那样 有一些人是那样 不是全部都可以去 一样的去理解 跟沟通的时候 我觉得对我帮助也很大 那 那个 然后呢 为什么讲到那个 因为有一些人就是会push到你的button啊 然后那你 你就要怎么办呢 你就要特别的 可能有耐心的去理解他 或者是用什么方式 就是 看看你 也许是你自己的里面 有什么问题 然后他常常都会触到你 他常常都会触到你那个 最平常的人 就是触不到的那个地雷 然后你就砰 就常就 就会爆炸的 所以 我真的觉得 譬如说我跟 某一种人在一起 我就特别的舒服 像我最好的朋友呢 我跟他出去 我们吃饭算钱是明算账 我们算到几分的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棒 我们就是算得很清楚 可是有一些人就会抓狂 觉得你算那么清楚干嘛 就是 这一次我请下次你请啊 或是 这几次全部都是你请 因为我最近没钱 那我跟我的朋友是不可以接受这种人 就是不能接受这种相处方式 所以我们不会跟那种人出去吃饭 那 可是不是我们不爱他啊 只是没办法跟他那么close而已 所以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安全跟不安全 如果他每次跟你出去吃饭 你都 很生气 然后就 为什么你不掏钱出来 然后你又要 占我的便宜 那 那我自己是本身就会离他远一点啦 但是我也不会judge他说 他就是不好 只是我不适合跟你一起同行而已 那 我就跟那个 跟我一起算得很清楚的人 很快乐 因为这本书呢 他当时大概是一年 一年半以前 Sophie安全的人那一本 大概Sophie一年半以前 进到书室 我一看我就说 这本我要买 因为这本书 是我超爱的一本书 他其实 讲到安全跟不安全的人 他其实重点是在提醒大家说 他为什么会讲这么多不安全的人的 一个特点 他就是 其实要提醒大家 不要做这种事情 不要做不安全的 就是不要做一个不安全的人 他 其实很多特点 他虽然是要你 就是说 不要去接近这些人 但是他同时也在提醒我们说 有很多特点 其实往自己身上看 也许我对Sophie来说 我是一个非常 就是 我是一个值得心的人的 但是 假设你这位姐妹来跟我讲说 你今天第一次看到我 我长这么大姿 然后又长得有点凶神恶煞这样子 你会很容易相信我 假如说我今天在路上跟你讲说 诶 借我十块钱 有的会这样 真的这样偷出钱包来相信我吗 不会嘛 可是我今天认识他们的 我认识Sophie 这是一个安全 这是我 一个 就是他们觉得我是可以信任的 那同时就是 对某一些人来讲说 你可能是不安全的人 但是我们要不要跟这些人接触 会不会跟这些人相处到 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教会的人 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 那每个人有不同的特质 他有可能会有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可是他同时也会掺杂一些书上讲到不安全的特质 那你可不可以就是发挥你自己安全的特质 让他感觉跟你一起 不用做 不用做不同 就是不用做不安 对 就可以做自己 然后表达出自己的样子 然后再进一步的跟他 就是跟他解决 这个不安全的特质 其实他就是这本书给我们 给我们 给我啦 给我就是想到 一个 可以解决这样子一个问题的方式 因为我常常 因为我有时候推荐客人说 这本安全的人很好看 然后他们就是 有一些人也会问到 像他们那个 像这位姐妹 问到我们的问题说 那不安全的人 我们是不是就不要跟他相处 那当然不会是 不会是 因为教会 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 那我相信大家其实也会犯错 那我自己犯错的时候 我会希望说 大家还是继续接纳我啊 因为我不想要被排除在这个 被排除在教会外面嘛 那同时就是 教导你怎么样去分辨这些特质 然后怎样做是不讨神喜悦 怎样做是一个 不要做一个 让别人觉得你不安全的人这样子 那位姐妹 你好 也是关于这方面的 如果说是 跟你有关系的 比如说很近的亲属 或者说家人 就是你完全 他是一个不安全的人 不管是暴力倾向也好 脾气很大也好 还是什么样 如果是这种情况 你怎么处理 然后就是你和他在一起 就是总是会心情很差 然后你很受不了这个人 三位都可以讲 谢谢 其实我自己呢 有一个这样子的家人 是非常不安全的 其实他是有很严重的那个 情绪跟言语的暴力 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说 跟他在一起就是很不开心 其实我一直在为这样子的人 祷告啦 因为这个人不是可以选择的 他就是在你的生命中 这不是不可以切断的 然后他也还没有信主 那跟神 用神的道理跟他讲 他也听不进去 所以呢 目前我自己啦 其实我也一直长年的 为这个在挣扎 我也尝试要用这一些的方式 要去跟他沟通 我也用黄博士的这个 倾听救世爱 坐在他的面前 倾听了一阵子 然后就被他轰出去 因为呢 他越 我越 发现我越倾听呢 哇 他的那个里面的那个 愤怒跟那个苦毒啊 源源的不断的流 流出来 我就问过CG说 诶怎么 怎么办啊 就是我原先想要表达我的爱 就听他 结果我发现 怎么不是很work 其实我要讲一下黄博士 在讲这个时候 他曾经有讲过 我们的内心的 就是我们 真实的心情呢 我们里面的想法 是很珍贵的 他说要选择安全的人去分享 不要把圣物给狗 也不要把珍珠给猪 他其实讲过很多次 他说当我们敞开 我们的心的时候 你要留意你向谁敞开 当然我们不会像路上的每一个人 跟我们福音对象 去敞开我们的心 但是其实我觉得 他确实也提到这一点 就是说你要留意 你所选择的对象 但是回到刚刚那姐妹的分享 就是说这样的家人呢 我一直还在为她祷告中 但是 这几年 我觉得她 好像有一些东西 她没有变好的时候呢 我是 我是暂时冷却啦 我先 就是没有那么平凡的接触 因为 因为她的伤害 是会 是会 真实的形成的 那 有一些的 牧者的教导 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当他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可以 不要让那个罪 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 最近我所 接触的一个牧师 是个外国人的牧师 他就说 像这样的情形呢 就要跟他说 我爱你 可是我不能接受 不能再听你说的这些东西了 所以我必须要离开了 就是先表达 我还是爱你的 但是你这样子 你现在所 说的这一些 跟做这些事情 我不适合再留在这里 然后就 就赶快跑啊 我是目前是这样子 我们 有一个困难就是 有些人 他对你来说是很安全 对别人不一定安全 那 有些人对你不安全的 可是对某些人 可能蛮安全 基本上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也没有一种标准的 一个应对的模式 我们都希望 找到一些 standard procedure 就是 好 我如果按照这种方式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都做了这些事情以后 得分 就没事了 但是基本上这样的事情 是不存在的 你会发现说 当耶稣的门徒 其实蛮辛苦的 因为 耶稣吐唾沫在地上 或你抹在瞎子的眼睛 要去洗一洗 要回来眼睛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在旁边 当门徒 你抄笔记 那个口水 用哪一个角度来吐 吐在哪一种泥上面 抹在哪一种 瞎子的眼睛上 叫他去哪一种 吃自己都洗一洗 就会得到一个 很好的结果 这种事情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我相信当你碰到任何一个人 如果我们向神祷告一件事情 就是不管他安全或者是不安全 主 求你提升帮助我 让我的容量 让我的知识 让我的声量都能够不断地提升 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 也许你得到的不是 所标准的作业方式 可是你得到的是 你会发现你不管怎么做都是对的 所谓的不管怎么做都是对的 因为基本上你是一个对的人 如果不是一个对的人 就像你在耶稣旁边抄笔记 他怎么样一只虾子 他怎么样一只瘸腿的 他怎么样子说风住了吧 海进了吧 你就听到旁边有人说 你算了吧 就是我们常常会想要用同样的方式 去得到同样的结果 但是不是对的人 不会得到同样的结果的 那我们看见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里头 我们向神祷告说 主不是让我做对的事 让我真的关心人 让我真的对每一个人 都有从内在深处的那种关怀 当然我们需要有智慧 不是自己跟他一起被拖下水 就像一个人溺水的时候 你不是跳下去 不管自己会不会游泳 你就跳下去 我要救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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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愚蠢 但是如果你手边有一根竹竿 或者是有一个救生圈 或者是一根绳子 你就救了一个人 那你真正是帮了那个人 所以我想对于 因为今天我们坐在这里 我们看这些书 我真的要劝大家 不要以为说看了这些书 你得到了正确答案了 从此以后一往就是 就是无往不利 绝对不是 绝对不可能 但是你需要看这些书 帮助你成长 然后到最后你会发现说 因为我也是在看这些书的过程里面 发现说 我过去所经历 所看见的 他们里面提到的是同样的事情 那那个 不要只是想用做对的事情 来得到对的结果 Always要想说 主帮助我成为对的人 当我是一个对的人的时候 基本上你怎么做都会是对的 谢谢张牧师 那我也想分享一点 就是说 其实我们都是在 这个关系矛盾当中 去看到别人 但是我觉得一件事情 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章 十二节到十三节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人的见更快 甚至魂于灵 骨结于骨髓 都能刺入 抛开 连心中的思想和思念 和主意都能辨明 并且被造的 没有一样在他面前 不显然 原来万物在那 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 都是吃肉敞开的 所以我相信 我们有很多不明白 也有很多做不到 但是这件事情发生 首先就是 我在其中 求神检查我的动机 我企图的动机是什么 因为神让这个事情发生 可能有些不好的 是神允许发生的 但是发生了 一定有神的美意 这个美意在哪里呢 所以在神面前要求 求圣灵感动和照亮 我到底 我的动机是什么 假如 就像不管是对也好 错也好 如果是我对了 我要去分辨吗 如果分辨的话 那就是指明是你的错 可是没有一个人 能够用自己去 让对方看到他的错 去可以改变他 反而会更加 让对方会觉得 我哪里有错 就是再talk back 再给你一个回复 就这样子 可能不会在这个事情当中 有帮助 那我如果不是 我怎么去忍耐 我不去争辩呢 我就这两天 我就想到了 耶稣在被法利赛人 去上十字架之前 他没有分辨 他只说了一句 你说的事 因为当问到他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他说你说的事 只有这一句话 他没有为自己分辨 我所做的竟都是对的 我所做的 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我所行的神迹 难道不是为了 你们的益处吗 他没有分辨 那我们怎么做呢 因为这句话 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和帮助 就是万物都在神的 都是神所创造的 他知道我 知道你知道他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 让我学什么 让他得什么益处 如果我们自己 真的我觉得靠自己 很难去改变的时候 我们就想想 有没有连接在 耶稣的面前 因为我们就像枝子一样 连接在他 这棵葡萄树上 我们只有连接在 他这棵葡萄树上 我们的爱心 知识 深良才会 因为耶稣基督 能够有这个生命的泉源 因为耶稣基督 才可以在凡事上 凡事上 不管是好事 坏事 大事小事 凡事上能够长进 不是靠我们自己 而是神的能力 是神要彰显他的荣耀 因为我们不能 但是我们的神 他难道有难成的事吗 那需要花多少时间 需要花多少等待 我觉得这个point很重要 就是在我们解决 一切关键矛盾当中 我们所仰望的是 看自己的委屈 看自己还是去仰望 神的心意是什么样 神 耶稣基督 你是怎么做的 你想让我在这件事情当中 去怎么做 因为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所有一切的这些 告诉我们很多方法 但是我觉得终归 还是要回到 我们神的话语 这个宝贝的圣经当中 因为这是我们一切的准则 更使我们做一切事情 智慧 力量 方向 我们前面该怎么去走 对 好 谢谢各位 我想要再提一点 就是说 刚刚当然牧师跟Citi 说的都就是很好 我想要提一点 就是碰到那样的人的时候 我们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事 就是要饶恕 不管我们能够面对 还是不能面对 他们现在的情况 这是我觉得在神里面 一个很深的功课 因为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如果我们被别人得罪跟冒犯 其实到现在我看到 还是好多人 活在那个苦毒当中 就是他们确实是受害者 他们确实是 被不公平地对待了 但是因为没有被神的爱 救赎 他们也没有救恩 所以他们也理所当然地去怨恨 那些苦待他们的人 可是我们今天 我们的过犯已经被神原谅了 所以不管 我觉得我还是不能面对 那个苦待我的人 但是我可以原谅他了 然后也可以为他祝福 刚刚像CC说的 就是说我们靠着神来 面对他们思想 那个当中的功课 我觉得那个是标准答案吧 但是就是说 你真的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舍己跟牺牲 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但是真的是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没有能够达到那一步 之前一定要先原谅 就是这个和好 就是我心里是愿意跟你和好 我不再记恨你的过犯了 我不再记恨你 对我种种的 错的事情 因为就像耶稣说的 主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 他们不晓得 他们真的不知道 他们在做什么 这样子的去伤害别人 所以一个 那个先饶恕 我们自己才会被释放 不然的话 我们会很深的被那个 不原谅 所捆绑 一超 我就觉得这个关系很有意思 我觉得每个人都在处理 但好像学校里面叫 accounting 叫finance 没有教到这个东西 那我是在就是跟我的女朋友 就是现在我的太太 就是刚开始dating的时候 就注意到这方面的书 就像Sophia刚刚讲的 那个不管是 Boundary in Relationship 还是Boundary in Dating 那些书我都有看过 因为我觉得就是 apply到我跟我的 就是太太的交往过程 还有就是跟她的家人的 相处上面 我就觉得就是帮助很大 那刚刚大家都讲了很多 我就想稍微分享一点 比较specific的 就是跟家人的相处 或者是比较亲近的人 关于信仰方面 那我觉得好像我们 就我跟Michelle 跟她家人的相处方面 最大的一个 就是说difference 就是信仰 就是我们是基督徒 然后我们去教会 那她的家人的话 就比较反对这样子 那所以的话 就这位姐妹 她刚刚讲到 就是说比较亲近的人 怎么处理 我觉得她们很多时候 就我们所遇到的 她的一个最大的武器 我觉得就是condemnation 她会让你有定罪感 然后觉得你不孝顺 这样 那我就在想说 她的孝顺的标准 可能就是说 叫我们不要去教会 或者是就是说 最好是对对对 听她的话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看 神经写得很明显 就是说 就是如果不爱我 你的爱我超过 爱你的父母 你不配做我的门徒吗 所以我们就会 相互来鼓励 就是说知道 这个是真理这样子 那很多时候 她不太安全 她没有控制 很好的情绪的话 那我们自己 一定要很警醒地祷告 我觉得这这个家 觉得主是怎么讲 我们经常会开玩笑 如果我们的父母 都是基督徒的话 我们就不会碰到 这些事情 那后来也想 我觉得就是 这样子的家庭 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就我跟她相处以后 我知道她的家庭背景 会帮助我 就现在更好去relay 然后去同情那些 就是有相同背景的人这样 那我觉得与此同时的话 就是能够让自己的 真的是capacity 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都无形当中会增加 甚至让我们就是说 好我们今天要回去 跟妈妈怎么讲 我们今天晚上去 参加祷告会了 好我们就跟她说实话 然后我们要在车上 先等候神 然后再来赞美 然后再卖到家里去 这样感觉那样 就是鼠灵的争战 就挺真实 我觉得就是不要去 当她如果有那种 contentation来 我们就是要去fight back 说你说的话不是真实的 我没有说不尊重你 然后不管你 然后你说我不孝顺我 我不接受这样子 就是不一定要说出来 但是就是自己的内心 就是不要感觉到guilty 因为我教会里有一个姐妹 现在他们的关系 现在他们的关系是往好的方向走 我觉得就是听到她跟我分享 我也挺受益的 谢谢异超的分享 但是这个事情如果我们不做的话 是没有人会做的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跟你说的那些话是谎言 什么是真理的时候 自己真的会被那个谎言 就是带走的 会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东西为什么帮助我很大 就是说 你跟我要求的那些东西 是不对的 然后这个已经不属于你 应该要管的范围了 然后 这个需要很多的练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